律師黃帝營 那在這邊跟各位委員做個補充 就是說依照我們提出的一個書面 在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這是一個公文書 那這一個建物 就長千廟當時福德業的建物是存在兩百多年 因為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是說 死於清康熙年間前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公文書的調查之下 其實我們了解到當地對於這個信仰 來自於這個文化的一個聚落 它是長期影響的當地的發展 所以我們完全肯定說 我們初步的這個調查的意見 那在這邊剛剛地圖代表 特別有提到所謂產權的問題 那其實產權的問題不是在這邊做解決 那過去也不分政黨的民意代表 其實針對產權是不是有被遺傳 被逃通等等 各種的質疑都有開過記者會 那這部分其實不是我們在文治法上面 要去探討它過去產權如何有爭議 或者是被掏空 我們要了解的是說 我們希望各位委員基於專業的一個判斷 這個兩百多年歷史的長青廟福德業 在當地到目前為止還是文化的中心 還是一個信仰的中心 還是當地人在這邊生活的一個聚落 那這樣的一個在台北市的這樣的一個 具歷史意義 具文化意義的建物建築 這樣是不是值得保存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可能請各位委員 以專業的判斷來看這個建築 當然它背後有很大的 不管是建商或者是都更的期待 有些人他有很高度的期待 但是對我們當地的老百姓像主委 很多委員年紀都很大 他們從小就生活在這邊 而他們現在有一些困擾 就像剛剛我們主委講的 他有一些壓力 那我們很希望說 台北市政府能夠維護我們當地人的信仰 維護文化 更重要是他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能夠秉持這樣的一個專業判斷 給予我們指定古蹟或者是歷史聚落 這樣的一個文化資產的保護 在這邊各位委員做個補充 謝謝 那個跟主席委員報告 我們大概文化資產委員會 只可以根據文資法第14條 就是主管機關接受 包括個人團體提報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及紀錄落建築權 那我們審議的目的是 審議它的內容範圍及價值 有關民法上的爭議 不是屬於本委員會應該做的 所以今天可能要鑑請主席跟委員 就內容跟價值 來判斷 是不是具有 這樣的一個古蹟或歷件的身份 那決定它的範圍 是否先請9月8號有三位委員出席價值審查專案的會議 一個是李前朗委員 新婉教委員跟張奮政委員 先看這三位委員 補充意見提供委員會審議參考 好 這位委員就能用一邊 明明 哪個樣子 還是說資料都提供的 我看資料也說這樣子 如果沒有補充的意見 我們是他們有法公司或是會審議 那我們是藉口 本人的意見 上次我們專案小組人 這個大概共識很高 一直覺得他既有文憎照 是屬於利店 因為它有幾個城市上的價錢 這個意義 歷史上的意義 因為大概從那個文件紀錄 就是泉州人大概在青唐棋的時候就在這裡等 我們知道土地供的祭拜 跟這個農業社會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原來是赤蓬區的始祖 就是始祖座的土地狀 這個當然是每個地方發展都是這樣 後來就建築 大概是這樣 都是一個歷史上的始祖座 所以這個可以見證 這個地方的地墓本來就是池 所以本來過去就是這樣 那麼聽說是過去這個土地 就不曉得什麼原因 變慢 所以今天才提升這樣的一個糾紛 那現在地主建商就想說 他的權益怎麼保障 那上次那個主委他們也講 他們願意用原價加上利息把它買回來 這是比較合理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這裡已經200多年了 這個是就是他的場意 歷史空間這個是已經被肯定了 那麼也是當地社區裡面的 非常共通的 精神信仰中心 因為漢民主移民到 從中原移民到米南 從米南移民到台灣 過去大概就是傳成這樣一個民俗了 一個民俗 大概從唐朝的時候 我們就有很多事實去這樣 美鳳這個土地風的生日 大概喝的醉心心 就這樣有一個色日 過去都是已經有這樣傳成 那這個米南大概就是從唐朝幾次 就移民到米南第一次從河南那裡 後來有幾次三道次移民到河南 所以這個在歷史空間上面 雖然這個建築物大概是在昭和年間才建的 但它存在已經在這個之間是有了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張教授還有前郎兄 我們還有這個歷情叫昭建 我們有共識已經很多 然後我們就覺得它是有一個歷史建合價值 那剛剛副局長也講 我們今天責任是說 要建定它的文資價值 那至於民宿上它是另外一個城市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訪問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還是建議照這個 民宿的這個思想來通過 秘書長也講 那這一大的部分 當然我們還是繼續來傳到 所以 等一下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要通過 接下來 主席 欸 主席 我這邊有一件事想要 想要跟委員確認 就是有關於建物的保存範圍 我們是要以 因為它的正殿後來已經有經過非常多次的改建 那就是有關於在正殿的範圍的部分 我們需要特別明示說 我們的建物的範圍 還是要以最好11年的大修時候的範圍為準 因為這個可能會牽涉到我們日後的圍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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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天講的 對啊 可是它是土地是土地 建物上面的那個建物 上面的建物的部分的保存範圍要不要在 因為所謂的鎮墊的部分 因為它後期也有經過非常多次的加建 那有需要在限縮它的範圍 就是限縮在昭和喜一年大修的時候 你的建議呢? 你直接講建議吧 你直接講建議快點 你直接講建議 就按照我們這個 目前看起來 上次委員寫的是指鎮墊的這一塊 就是建築物 當作是我們公告的建築物本體 那至於說後期搭建就不是 然後還有前方廣場 對 那另外廣場因為它是屬於空間的概念 是土地的概念 還有榮樹的這個土地 這都是屬於定爪範圍的概念 但是建築物是也是針對於鎮墊這一塊 當作建築物 保存範圍指的是什麼 是將來發展局去定保存區還是至什麼 這兩件事不太一樣 定爪是很清楚啦 就是跟建築物有關 但現在因為後方化了 數數大概在建築物上不太算 那廣場也許還可以 所以這兩個事情 定爪土地跟保存範圍 大幕過去都沒寫 這個很常在調查研究裡面 再去建議 今天要把它寫上去 你看那個 看那個第五十八頁 二四七至一三 那個看來像道路用地 但是因為地墓是一件事 地墓是劍 但是將來都家上面可能是道路 我不曉得 這個上面 地墓是一件事情 那都家道路又是 都家上面又是一件事情 所以這上面這兩件事情 可能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那當然按照建築物的 歷史建築物本體的 當然就是正點 這個給您的話講 跟大會建議 土地定爪範圍其實比較好鑑定 那這部分就像如李子妮委員所說的 至於保存範圍 其實它有一個前方保存 跟後方榮樹這個場域分為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畫的是直接以地套來畫 那如果大會允許我們去現場 去針對它要保存的範圍 把它做一個比較清楚的離定 可能不見得是完整地套 那如果是畫出那個保存範圍的話 我們再做補充跟補充順 如果跟這個地套沒有衝突 那我們就這個範圍 如果有些範圍是可以把它離開 離清出來的 那我們再提大會報告 就是如果說現場離清實質的範圍 連7號還做 定爪的沒有問題 定爪的地套沒問題 定爪的地套沒問題 對 我們權力沒問題 那個保存的範圍 在我們的建議裡面 將來就是用建議 在調查研究的時候 我們做調查 先目前先設以自己的地套 保存區 保存區就以後的權責就是 都發展比較好鑑定就是了 但因為它上面 我看這個上面有一些是 可能會有道路啊 等下不清楚 就是這個58頁上面的那個 因為定爪是一件 但現在的定爪道路 到底怎麼樣不清楚 所以保存範圍 範圍這個是 很可能都是以後的時期 主席 以後做那個調查研究的時候 再把整個保存範圍確立 那現在先用那個定爪的土地去登記 以後都可以改 現在的保存範圍還是暫定這個樣子 對 等你們去做這個限定勘察 確認以後 如果跟這個地套座還有衝突 或可以說一下 或需要放大 引任其實 對 那主要 對 主要就是將來在那個 保存區的時候 要送毒發局的時候 對 那是後續的 好不好 先把這個部分 那今天暫時按照你辦的部分 可以通過 但是我們有一個附帶的這個意見 就是說 我們要去做限定的確認 確認完以後 如果變更有衝突 再來報告 好不好 那後續怎麼要走 本來就是成績要在這裡走 需要這邊 你要保存發 繼續多 好 來 其他有沒有 行事動議呢 其他有沒有領事動議呢 如果沒有 我們今天會就要到這個地方 謝謝各位委員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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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